原标题 广铁国庆当日运客超200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 中行王广州10月1日 电记者郭军 10月1日国庆协 广铁集团迎来全年客运最高日 据广铁集团最新通报 当日广铁运客超过200万人次 同比增17 6万人次 较全运最高日夺46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 据广铁集团介绍 近年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广铁高铁城际路网建设不断加快 旅客发送量不断攀升 截至目前广东 湖南海南三省高铁运营里程已达3970公里 建成高铁车站118个 覆盖85%的地势和70%以上的县城 广铁开通运营新广 广深港 广州 海南环岛高铁等高铁成绩线路17条 日军开行高铁动车组822队 今年以来 广铁发送旅客近2亿人次 其中高铁发送量占到旅客发送总量的7成左右 这次国庆中秋长假 广铁馆内中短途客流主要集中在 广州 深圳 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城镇辐射为主 为满足国庆中秋假期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部门大力挖掘车辆潜力 国庆当日在高铁方面 京广广深港高铁共开行动车组列车243队 贵广高铁开行 54队南广铁路开行69 5队广州城际铁路开行85 5队海南东环高铁开行46队 下深铁路开行115队 在普铁方面 广铁采取恢复变速增开零客客车套逃本措施 尽全力增加管内旅客输送能力 共加开32对零食旅客列车 重点满足湘月省季间与广东省内短途客流需求 广铁集团表示 未来几天客流将呈现集中出行 分散回落态势 客流波动幅度大 峰值高 国庆中秋假期 广东湖南往北京上海等 任门方向车票紧张 1责任编辑刘光博